穿着贴身短裙露出修长眉腿 酒店小姐一字排开接受警方领检 另一边民众在KTV唱歌唱到一半 见警方领检也得配合盘查 台北市近期发生两起枪击案件 北市警除了深入追查 同时大动作执行安城专案 针对黑道帮派据点营业或维市场所 实施威力扫荡零件 随着近期疫情升温 目前除协助执行防疫工作 及加强防疫措施外 并持续加强各项治安维护勤务 台北市警察局自111年5月8日起 执行安城专案 针对黑道帮派据点营业或维市场所 实施威力扫荡陆林检 强力减速黑道帮派 非法枪械及毒品案件 以彻底整肃暴力乱言 震慑不法 展现警方进化治安的决心 本局杨元明局长特别强调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不应疫情严峻而松懈执法强度及作为 要求辖区各分局对于枪击案件 暴力犯罪及聚众堕欧等案件 因严正执法并溯源侦办 同时也呼吁不法分子物心存侥幸 或试图挑战公权力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将强势执法并依法就办 以为社会秩序稳定治安 5月8日安城专案共动用警力394名 实施威力扫荡林检41处 入检20处 局长杨元明强调 台北市警察局不应疫情严峻而松懈执法 要求辖区分局对枪击案件 暴力犯罪及聚众斗殴等案件 因严正执法并溯源侦办 不让黑道势力趁疫情期间危害社会治安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好